哈喽 大家好 你们看下我上边的车是什么车 没有错 我们今天就在 Proton S50 的预览上面 所以今天我会为大家做一个简转的介绍 来看一下大家这款已经期待了两年的新车 到底它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还有它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 因为这个 S50 它是主打运动化跟年轻化 所以整台车的外观设计其实是非常的型的 你可以看到这个头灯组上面写的 Proton Full LED 当然这个是顶级版本的 至于其它的版本是怎样的配置 我们暂时还不知道 还需要等待这个原厂的公布 另外因为这款是 Fresh 的版本 你可以看到它下面采用了这个双色调的这个 Body Keep 而且最下面的这边还是 Carbon Fiber 哦 然后上面这个是一个牙黑 接下来你可以看到和这个冰月最大的不同之处 就是它这个水箱护罩 它已经换上了全新的 Proton 圆形常规 还有这个无线编制的水箱护罩 中间还有一条红色的线条来加强它的运动感受 再来看它的轮圈设计 这个轮圈啊 18吋 所以你可以想象到啊 如果你买了这台车之后 以后你的这个换轮胎的费用可能会比较高一点啊 但是同样的为了凸显它的运动感 它采用了一个这个视觉冲击 非常大的轮圈设计 另外里面的刹车卡钳也是红色的 原厂搭配来的轮胎是这个 Continental 的 UC6 尺寸是 215 55 R 18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车身侧面的线条 因为这辆是顶级版的 Flat Ship 所以它采用了一个双色的设计 这边是黑色 钢琴黑 钢琴黑 还有这个照后镜都是钢琴黑 而且在照后镜上面还有镜头 所以感觉不会太大 但是对于一般人来说 这样的空间表现应该相当足够啦 关于引擎的细节啊 目前原厂还没有公布太多的信息 但是我们以中国版本的这个冰月来做一个参考 它搭载的应该是 1.5 公升的 上缸涡轮增压引擎 最大马力是 177 PS 峰值扭力 255 Nm 匹配的变速箱是 7 速的 14 双离合器变速箱 0-100 加速 7.9 秒 另外呢 根据我们得到的消息啊 这个 S50 呢 它会提供另外一个引擎 这个引擎同样的也是 1.5 公升的 涡轮增压引擎 只是它没有钢内支喷 最大马力表现是 150 PS 峰值扭力 226 Nm 匹配的变速箱同样的也是 7 速的 14 双离合器变速箱 再来看一下这个车尾的设计 车尾的顶部有一个设计非常酷炫的尾翼 然后它同样的也是钢琴黑 我们接下来往下看 后面已经没有任何 Proton 的 Logo 了 直接变成 Proton 的字样 然后这一个尾灯同样也是 LED 的光条 看起来很别致一下 而其实在吉利的车款啊 他们的尾灯已经采用了这个全新的家族设计 所以我们相信未来 Proton 的车款 也会继续运用这样的设计 晚上看起来的话真的是很显眼 再来往下看 为了凸显它的运动化感受 所以它采用了这个双边双出的排气环 所以总共有四根 先不要说性能怎样啊 看起来就很爽了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尾箱空间 由于这一个平台 BMA 是一个全新的平台 所以它这个尾箱空间的利用率啊 比起之前的 Ashes 要好得不少 你可以看到 虽然说它这个开口啊 这个门槛还是有点高 我个人觉得其实这个空间表现还是可以的 如果是你一家大小出门的话 它应付一个两天一夜的行李应该不是问题 关于尾箱还有一个重点 就是它没有这个 Powerboot 不过 B Segment 的 SUV 没有 Powerboot 感觉其实还是可以接受的 走进这个 Proton S50 的内装啊 因为这个是 Freshier 的版本 我们可以看到它采用了这个三个色调的设计 这边是采用一个红色的皮革 然后这边是银色的示板 下面是这个黑色的硬质塑胶 所以它的层次感啊 非常的好看 然后这个主机呢 它采用了全新的这个 GKUI 19 系统 比起这个 S70 的 GKUI 啊 更强大 它的使用逻辑啊 其实跟手机相比起来啊 根本不差 所以呢 它在使用界面上面是比这个 S70 好很多的 接下来我们往下看啊 这个排档杆大家都很熟悉 这个就是这个 S70 在更换的 7速双离合器变速箱之后 使用的这个电子排档杆 然后这边有冷气的这个空调 但是感觉是单去的 手感还不错 接下来有这个驾驶模式的切换 360度的镜头 自动停车 还有这个 陡坡缓降功能 电子手刹车跟 Auto Hold 都是标准的啦 这边有自备架 然后还可以给你放置一些东西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空间 不算太大但是足够使用的这个中央扶手空间 整体的空间使用的妥善率上面 同样的比起这个 Proton S70 还要好上不少 我其实个人最喜欢的就是这个座椅 这个座椅的包覆性真的很不错而且够软 做起来的感受我个人觉得同样的也是比 S70 好很多 这个方向盘也不用说啦 这个就是全新的方向盘设计 接下来往前看 它没有抬头显示器 但是它有这个数位化仪表 但是这个数位化仪表应该只是属于这个比较顶级的车型 在入门等级还是采用传统的指针仪表 在这个 S50 上面 它同样的搭载了先进的主动安全备备 而且它具备这个 Level 2 的自动驾驶技术 可以说它的先进主动安全配备在功能性上面比起这个 S70 还要强 它的主动定速寻常还包含了这个低速跟随系统 另外还有车道偏移警示等等的功能 如果在安全性上来说 这台车在同级的话应该是当中比较顶级的那一款 这个也是它的卖点啦 在后座方面首先要讲的是质感 在后座的门板上面 这个用料会比前面稍微削减了一点点 就是硬的 硬的 硬的 只有在这边才看得到皮革 但是同样的也是双色调的设计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空间表现 这个空间表现以一台 B Segment 的 SUV 来说 表现其实是中规中矩而已啦 但是我坐下去的话 我感觉其实这个座椅的设定和前座一样 还是蛮舒适的 只是当我坐鞋一点的话 我的这个腿部空间表现只剩下大概是一个拳头左右 有一点值得称赞的地方就是它的这个中央啊 这个鼓起面积压得很低 所以呢 就算你的乘客坐中间 舒适度是还OK的 只是不能太高的人坐 太高的人坐就会像我这样顶头 如果你后面只坐两个人 那么你就可以把这个中央扶手放下来 坐得舒服一点 再来一点就是这个 X50 呢 它还有一个中国版本没有的东西 就是这个后座的冷气出风口 这个功能对于马来西亚来说真的是太重要的 而在它上面还有两个 USB 的插槽 可以让你的电话充电 它在这个车顶呢 它还有一个尺寸比较大的天窗 所以这个视野的感受还不错 压迫感不会太重 但是如果天气热的话 它可能会导热 这个是如果你要买这个车的话 你要考虑到它的一点啦 OK 以上就是我们为大家带来 这个 Proton S50 的简短新车介绍 接下来让我们期待 原厂举办的这个新车试驾活动 到时候我们会为大家带来 第一手的新车试驾分享 千万不要错过留守我们的频道哦 我是 Ivan 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再见 拜拜 再次感谢教育